这是美国移民局公布的一个真实案例,申请人来自古巴,曾经是古巴共产党成员,在申请美国绿卡时,已经离开原居住国超过十年,但是因为申请中的陈述问题,造成绿卡被拒,上诉以后仍然被拒。 申请人提到,他认为自己的党员身份在离开古巴以后已经终止了,已经离开了古巴超过十年,没有再交费用,他还去过古巴在美国的联络处,索要相关证据,但是没有成功。 在上诉时,申请人还提到,他是非自愿加入的,是为了保持工作并且获得法律允许下的福利,再回到古巴时得到保护,他的身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,因为他没有做实际工作,没有宣传相应的意识形态,而且愿意放弃这一身份以取得绿卡。 但是,美国移民局认为,申请人没有提交足够证据,而且他的陈述前后矛盾。 此前,在移民面试时,申请人对移民官提到,他是自愿加入的,因为这样才能在国有公司里面做好他的工程师工作。 加入并非是为了获得食品定量,赖以谋生的活计,或者住房,而是为了能够参与到重要项目里面,类似其他一些申请人提到的获得研究经费。 得到提升,等等。 此外,在此前的面试中,申请人还提到,他仍然是古巴党员,因为这样才能给他的孩子提供一些保障,要等到拿到美国绿卡以后再考虑退出。 面试以后,申请人的绿卡被拒,然后,他提交了新的说明,说此前搞错了,他在离开古巴以后和组织已经没有关系了,早就不再是成员了。 移民局因此质疑了申请人声明的可靠性,尤其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旁证。 移民局还指出,根据这个申请人的情况,不能说他的组织成员身份是non-minimiful的,一般只有在不了解不知道组织性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属于non-minimiful的成员。 移民局指出,这个申请人没有能提交可靠的和有说服力的证据,不能表明他的组织成员身份是非自愿的,或者是为了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才加入的,不能证明他过去的身份已经终止了超过五年。 因此,他的绿卡申请部能得到批准,他是主申请人,副申请人他的孩子,也就不能经由他的申请来获得绿卡。 但是移民局指出,孩子通过其他途径办理绿卡不受限制。 这个案例说明了什么呢? 第一,如果有这方面的情况,在一开始办理绿卡申请时,就需要认真准备,而且要根据移民局的要求和自己的情况提供合理解释,不能想当然。 否则,如果用力方向不对,像上面的例子那样,提交了不合适的statement或者interview记录,对自己很不利,过后再要更改就难了,移民局未必会接受。 第二,为了职场发展,保持一个好工作,以及奖学金,保送研究生,留在大城市,等等好处,而加入组织,或者为了避免失去这些好处而加入。 这不是美国移民局承认的工作原因或者非自愿,申请人需要有其他方面的合理解释。 第三,说自己离开故国很多年,因此就自动离开组织了,这本身简单空洞的陈述。 也不是移民局认可的逻辑,申请人需要有更加详细的说明。 第四,关于non-miniform,对于来自古巴等国家的申请人,一般不适用。 如果加入的是地下组织,或者外围组织,比如读书会工会等等,不了解这个组织的实际性质,或者是在未成年时加入的,那才有可能适用。 第五,从古巴到美国定居,拿到绿卡的人,还是非常多的。 按照人口比例,比从中国移民美国的人要多。 当然,按照移民的总数,那肯定还是中国多。 这些人里面的绝大部分,并没有因为出生国或者自己过去的经历,包括组织、成员身份,而遇到问题。 总体来说,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,只要申请人做出认真准备,和律师讨论后准备好材料,并不难取得批准拿到绿卡。 美国绿卡的申请表格,尤其是I-485和移民签证步骤的背景调查部分,现在比以前要详细具体很多。 需要申请人认真对待,避免错误和遗漏,避免影响到绿卡申请的处理和批准。 与以前相比,现在的I-485表格不厌其烦地从多个角度问到各种问题。 当然是有原因的,申请人要在表格上面签字,确认内容属实,对此负责。 不懂英语或者不理解问题内容都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。 如果在申请中提供错误信息,在取得绿卡以后和入籍以后, 也可能被撤销并且被处罚。搜索可以查到前几年的这方面案例。